三位苦命妈妈除了要对付导弹的熊孩子 还要应付自己老妈所带来的威胁 今天给小伙伴带来的电影是 坏妈妈的圣诞节 自艺的shopping尽情的洒脱 对着圣诞老公公疯狂的开辽 爱米的母上大人看到如此单调的圣诞树差点气炸 在他看来 妈妈就是有职责 让家人过一个完美而又愉悦的圣诞节 而这颗丑陋的圣诞树给补了任何人快乐 他认为爱米的懒度会毁掉全家的圣诞节 而爱米也从和继父的聊天中 对妈妈的感情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他也终于明白 妈妈是出于对自己的爱和害怕 才让一切看起来完美 明白了 琪琪妈决定对女儿放手 在圣诞节后搬回了自己的老家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卡拉妈 竟然决定留下来一起帮忙照顾孩子 影片最后 三个年轻妈妈依旧是好闺蜜 而同时也